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5月10号 周二晚上的8点25分 高开低走拉高尾盘回落 全天都在拉距和震荡 反映出市场在明天的CPI出炉之前 多空的分歧非常的大 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市场的看法 这个非常的不一样 有看震荡的 比如像我 有很多朋友是看衰退的 持续看空的 那么今天 我想从更加量化的角度 和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在压住衰退 如果真正的衰退来临的时候 那么标普到底应该值多少点 因为咱们想把它量化 是因为只有量化了 你才能够去根据你所认为的衰退的指标 来进行交易 否则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情绪化的 我看跌还是看涨 那么其实看跌跌到哪 看涨涨到哪 这个才是咱们交易的时候需要去把握的 所以咱们今天接着关于美股基本面熊市的观点 或者是牛市的观点 或者是震荡市的观点 来详细的和大家来讲一讲现在的一个状况 昨天咱们谈到美股的基本面 是否已经是熊市的问题 谈到标普500股票的盈利能力 是否会陷入衰退的观点 首先我还是拿出我的观点来 从当前的数据看 标普500股票的盈利能力没有衰退 我再次强调标普500的EPS的增速只是放缓 它没有衰退 总数还是在往上涨的 总的EPS的预期依旧增长 只是同比增速放缓而已 目前如果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纳指和罗素 已经是确认进入了技术面的熊市 但标普没有进入技术面的熊市 它必须要跌破3836 才能够确认进入技术面的熊市 那么现在标普的基本面熊市确认了没有呢 也没有确认 也就是说市场还没有定价基本面衰退 从现在的走势来看 现在走的是什么东西呢 走的是由于美联储收缩流动性 打压估值导致的合理调整 我还在强调合理调整 现在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疯狂的状态 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在三月初的节目里边 我和大家更新过关于标普500的基本面盈利情况 应该值多少钱的问题 这个位置是3950点到4790点 也就是2022年标普500应该可以合理的价格 上线4790下线3950点 如果低于3950点 往下一直到3500点的范围 这个是允许的标准差的波动范围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如果在3950点以下 你做的是SPY 指的是标普的指数 或者是VOO这种就是大盘指数 仅止标普没有谈到关于纳指和其他的问题 这里研究的标的是标普 如果你在3900以下到3500这个区间 这个里边标普SPY属于被低估的价格 个股上有所不同 因为有的高有的低 但是如果标普进入到了这个区间 整个的个股大多数都谈不上贵 好 这是我的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些数据都是基于标普的成分股的公司的盈利数据 以及他们的前瞻计算得出来的 不是说没有数据想象他们衰退还是不衰退 是他们的财报披露得出来的 而他们的财报通常有季度性的前瞻 有年度性的前瞻 每一次每个季度他都会来调整 如果他那年度前瞻下调 他会说我们下调了前瞻 他如果上调 他会说年度上调了前瞻 所以现在他给了一些一年的前瞻 所以不是凭空猜测 所以基于依旧增长的观点 但是增长整个是放缓得出来了这个结论 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它的一个交易区间 当然你要说你要去看衰退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吧 那就是另外一个观点了 那个观点我会和大家来讲 你如果看衰退 你怎么看 你应该是看它到哪地方是合理的 现在到底是不是衰退 好 首先我要讲这个之前 我必须要先讲解一下 关于标普的定价曲线的问题 就是标普交易这个指数 它到底是如何定价的 我们怎么去说标普是高了还是低了 SPY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最基本的标普定价就是由标普的适应率 去乘以每股收益的EPS 这个指的是标普500成分股 所有的EPS加起来 那么它的适应率就是PE 这个PE水平它是会波动的 但我们这里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假设标普的适应率不波动 它如果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数值 当然这种固定的数值是肯定不存在的 它实际上是在不断波动的 即便是在没有财报披露的那些日子里边 在一些空窗期 对吧 我们说业绩应该是不动的才对 那它为什么股价还在不断的标普来回动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交易PE的波动 所以才看到股价是每天都在变化的 好 如果我们假设说PE不变 给它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状态 那么现在EPS是增长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咱们应该看到的是一条 向上增长的一个曲线 我这里是画了一条直线 但实际上股价是这么波动的 对不对 向上的连起来 可以把它连成一个曲线 所以因为适应率不动 然后每股EPS是往上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最后的标普定价和指数 是不是越走越高 从长时间来讲 对吗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每股长期牛市的基础 企业的持续的增长 或者我们称之为基本面的牛市行情 这就是它一个增长曲线 那么反之 如果咱们说每股EPS是衰退的 并没有增长 变成了负增长 那咱们看到的是什么 咱们看到的标普定价 就应该是一条这种曲线 就是这种往上走 不断的围绕着它 然后低点不断的下降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美股的基本面熊市 它是一条负增长的曲线 标普的价格就会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直到低到什么时候 低到EPS再次能够上行的时候 它才能够继续的重新回到基本面的牛市上 这个就是整个的标普的一个定价和历史走势不断的波动 我们看到的表现 所以我们炒股 我们抄作 我们在里边去投资投的是什么 其实投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把它换算到个股的身上 也是一样的概念 好 那么现在 由于这个EPS是一个增长的状态 所以我才说 基本面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衰退 基本面的熊市根本就没有到来 我知道这么一说 包括我昨天看了很多评论区的朋友 大家也是有这样的疑问 说这个细思极恐 如果现在还不是基本面的熊市 那么账户都已经跌的这种惨不忍睹了 如果真正的基本面熊市会是什么样的呢 真正的衰退发生的时候 标普会跌到多少点 定价应该是多少呢 好 那我这里今天就给大家量化一下 好好给大家订定价 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也是相当同意它的观点 它也是用数据来说话 那么这篇文章是来自于DataTrack Research 这个数据研究公司 它是通过另外一种方法 用标普500的交易点位 来反向判断 现在的市场是不是正在压注衰退 它这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首先我把这个结论 给大家看一下它定价了什么结论 现在标普在4000点附近的时候 市场压注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接近于零 就是大家想要压注衰退的还没出手呢 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合理的波动 如果标普在3525点压注衰退的可能性 是50对50 就是它合理波动的一个零界值 大概就在3500点附近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再往下 就是压注衰退了 真正的是衰退的看法 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了 现在4000点我们为什么说是毛毛雨 基本面衰退压根没人在做 机构没有在做这个衰退的事情 只是新闻在炒作而已 标普在3000点的时候 才是压注一次典型的经济衰退 这个指的是标普从EPS的峰值平均下跌26%左右 200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比较的猛 那个时候结束衰退的时候 最大的峰值曾经下降了57% 但是咱们取一个平均值是26% 一会我给大家计算出来 如果按照峰值57算 它应该值多少点 好 如果你知道了这个 你就能知道现在市场交易的是什么呢 我刚才讲过的 交易的是一个宽幅震荡 合理摆动到3500 都是完全合理 完全可以去的 并没有再实质性的压注衰退 好 那我们怎么去计算这个东西呢 现在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是通过什么样的理论去算出来的呢 当前标普500EPS的盈利能力是多少钱 是218美金 我们假设 不是很多朋友说衰退吗 OK 那我们假设218美金就是峰值 不增长了 对吧 我们后面的EPS 2022年完了以后 2023年不增长了 变成了多少呢 变成了208 200块 或者19160 对吧 我们这么去假设 就是一个衰退 好 那我们假设218 现在的EPS就是一个峰值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刚才讲过一次典型的经济衰退的平均会下跌26% 也就是从EPS往下会倒退26%左右 那么它应该是161.32美金 这个没有问题的吗 大家可以乘一下 那么根据2020年 2009年还有2002年的当时低谷时期的标普的平均市盈率大概就是18.5倍左右 大概18.5倍一个平均 这里边没有考虑在90年代之前的那些衰退的相关的一些低谷 因为那个时候的利率和现在的市场环境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的整体市场美股的估值要比现在要低得多 不可能再回到30年前的估值水平去 所以当前美联储也不可能再回到90年代的那种高利率 超级高的利率 你想还这个百分之二十几的房贷吗 利率吗 你觉得可能吗 可能性不大对不对 国家债务也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它不会回到那个时候 这里才没有去考虑90年代之前的那些低谷期的那种平均的适应率水平 我们以最近的这几十年来去计算 因为你交易的是现代的股票 互联网兴起之后 整个的美股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再往下继续看 那么这个时候标普的合理价值 或者说标普的合理价位是多少 应该是1161.42乘以18.5 是多少 是2984.42 这个也就是标普能够一次典型衰退后 它应该去到的位置 也就是在3000点附近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确认现在看空和看衰退 你手上有非常明确的证据 你认为它会达到一次典型的衰退峰值 那么就交易到2984块 对吧 这个地方或者3000点 那你现在还有非常大的盈利空间 那你就可以交易了 对不对 这是你的一个交易计划 你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我看不到 我刚才说了 EPS是增长的 现在没有衰退的前提 没有出现明确衰退的证据 无论从前瞻也好 还是从现在整体的市场状况也好 没有看到 其实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数据 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贴一下 比如说你看到了EPS的标普500EPS 是从一个负增长已经出现了 预计它下一个年度的EPS会是多少 低于218 是不是200或者是19 贴到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一块一块来研究一下 好 然后这是对于现在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边就会得出来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假设市场已经开始压住衰退 标普应该低于3525点的价格在交易 现在多少点 4000点附近对不对 还没有跌破技术面熊市的3836这个位置 还在4000点附近还在晃悠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旦确认衰退 担心出现典型的衰退峰值下降26% 标普应该在3000点附近交易 这个大家第二个目标就有了对不对 好 那么第三个就是 如果按照2009年最差衰退57%计算 你认为会出现一次重大的像金融海啸 像2008年的那种大的金融海啸 那么衰退57%的峰值 你应该把它交易到1734点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做空到1734点附近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交易计划 当然能不能衰退那么多 谁都不知道 但现在看起来 我认为在目前的数据条件下 好像不太支持这个观点 所以如果你看衰退 你到底交易的是哪一个呢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也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说股市 你要知道它的顶 大概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周期 或者说底 大概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慢慢出现的 我们不能够去完全准确的去猜顶 或者是猜底 做不到的 因为经济周期是在不断变化的 对吧 企业经营也是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的 所以会变化 但是我们应该提前有一个范围 而不能过于看多 也不能过于看空 就跟市场在上涨的时候一样 年初的时候和大家讲 那个时候才多少点标普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标普当时在4800点左右 对吧 4700点左右 1月份的时候和大家做标普的 当时的目标区圈 4305到5190 认为当时这个4750左右这个地方 是一个这个中轴的位置 当时说这个写到这个4350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 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你才过了几个月 五个月回头去看 它是不是可能发生的 是可能的 那么现在下调了一次3950 可不可能发生 今天已经到了这个3958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波动范围 在3550到4100就是3900这个位置 可不可能 依旧有可能 这个地方之上市场都没有压住衰退 而只是压住一个正常的波动 这个波动 如果你想做 做的方法就很多 对吧 你去抓一个区间 或者你去抓短 或者你愿意死等 对吧 它不下来你就是不买 等到下方买SPY 那也可以 但它给不给你机会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是市场说了算的 不是咱们说了算的 这个就是你的交易计划 先看方向 看趋势 看经济周期 我们不能靠猜 我一直不喜欢去猜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我眼睛能看到的东西 对吧 经济数据也好 或许我们看到的会有滞后性 或许我看到的会比很多的内幕的机构交易的 会更有滞后性 但是我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对吧 我靠想象 靠猜 那更不靠谱 所以有了这些东西 我就能制定我的一个交易计划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的持仓股里边 有好几个都在上方去减仓减仓 尽管跑得很好 对吧 他们的利润也不错 但是还需要减仓的原因 一个是部分多代为安 一个是高估的部分 想把它去安全一点 再一个是规避一下当时整个的一个估值风险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 一切其实市场的走势 它都是有迹可循的 或者说是有它的一个既定逻辑 尽管这个在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可能并不清楚 但后来回想起来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发现只要有风险意识 只要往上猛涨的时候 高估的时候不追 打死不追 对吧 往下跌的时候 先别害怕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底 什么原因引起的下跌 到底在哪个区域 哪些关键位置 有可能会直接做好准备 不去盲目抄底 不要去动用杠杆 对吧 找到好的机会 有机会了做 做错了认错 对吧 做错了我们说可不可以认错 当然可以认错 这个地方你做了 比方说我 我说了 这个地方 我预计有机会到牛熊分界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市场会有一些反弹 会有些机会 我可能想去扫一点货 对不对 我做错了 怎么办 做错了要去止损 或者做错了以后 它真的跌破这个地方 奔着3550下去了 那就要想另外的方法了 你就要去做准备 做保护 做减仓 到下方的这个时候再做 到做了以后 如果再跌破了 确认进入经济衰退了 进入EPS的衰退了怎么办 认错 继续认错 继续反弹就空它 反弹就卖它 熊市那就不严底 对吧 但现在没到那一步 现在上边还有几步 还有一步 对吧 还有一个3836 两步 还有一个三步 3550 所以现在离基本面的熊市确认 还远的很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关于整个市场的一些解读 我不希望出现市场的基本面的熊市 因为我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你可能没有穿越牛熊 或者对于基本面没有把握 你只看账户涨还是跌 会很痛苦 我希望市场能有底 能涨 能让你回血 能让你感觉到投资 花了时间 你是值得的 你是值得的 你不管说最后挣了多少钱 对吧 至少要少亏一点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朋友是新进场不太久的 就是两年之内进来的 太常见了 这样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能够回本 我希望它年底交易能交到哪去 就能交易到4790点 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 对不对 但能不能呢 我说不准 这个我真说不准 它只是有可能的概率的波动区间在这 它年底就停在3950了 我也真是没招 我也真是一点招没有 那就只能指望着2023年的EPS增长 给标普带来更多的向上的一个空间 这个就刚才讲过 这是长线基本面牛市的一个基础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明天CPI数据出来之前 大家自己要灵活激动 因为数据出来会非常非常的快 你是要买还是反弹要卖 大家自己通过明天的市场波动 可能会很大 可能你需要自己做一下安排 我的大致思路 到了下方的这个地方3836 或者它不到它不往下扎 它是一个小高开 或许我看尾盘的情况 我也会去根据个股的情况 会去买一点 总的思路 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 暂时先以买进一些为主 想以买完以后 想博一个反弹为主 后面至于它破不破这个地方 后面的事 好吧 这是我一个大的思路方向 因为航行会波动比较快 比较的复杂 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 马上告诉大家 我买了什么 然后不买什么 因为很多我在盘中的时候 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 我会去盯的比较仔细 通常会看的 包括一些细节看的比较多 希望明天能够顺利的 让我能够买到一些心仪的好东西 用好的价格 买到一些心仪的好东西 这个就比较的不错了 毕竟我现在仓位还比较的低 大家千万记住控制仓位 千万记住不要用杠杆 好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 感谢大家 那么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